欢迎收听希望蒲公英 蒲公英希望基金会陪伴你 你喜欢唱歌吗 喜欢的事情变成事业时 也许会渐渐产生压力与负担 一起听今天的故事 唱不完的歌 陈安的乐团好不容易闯荡出一点名气 但从小有妥卫失证的他 也随着名气变大 压力越来越大 年代影响症状加剧 所以他决定暂停乐团的活动 而今天就是他的毕业演唱会 唱到歌迷最期待的曲子时 陈安感觉自己快要发作 勉强压抑数次 总算来到复刻的前奏 他无法克制的摇头晃脑 暗自担忧无法完成表演 然而和他预期的尴尬不同 飞弹音乐继续演奏 歌声也一拍不落地跟上 原来是台下的歌迷们 接力演唱着这首歌 让我来陪你 一起度过这个时刻 即使如今暗夜无光 唯一人闪闪发亮 此刻歌词唱的不再是分手的心伤 反而像是给陈安的情歌 或许陈安以后无法再登上舞台唱歌 但他很肯定 这首歌会一直在歌迷 与自己心中唱下去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 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陪伴与爱能抚平忧伤 让感动长留心中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故事 别忘了帮我们按赞 点五星好评 或在节目下方留言 上Facebook Instagram社群 与我们分享你的想法 订阅关注我们 每个星期日与星期四 希望普攻英为你带来更多暖心故事 以上节目由普攻英希望基金会制作 每分的捐款都能支持我们 继续创作温暖故事 传递爱与希望